突传死讯 据媒体报道 曾经活跃在上世纪70年代末 80年代初的台湾著名女星 并且有着穷瑶女郎之称的刘兰希 在国外离世 年仅61岁 随着刘兰希离世的消息爆出后 她的妹妹也在第一时间证实了这个悲痛的消息 据她妹妹透露 刘兰希是在美国旧金山的某寺庙里式的 走的时候面容十分安详 空中还突然出现了彩虹 仿佛是在向她道别 刘兰希的人生也算是充满了各种传奇色彩 在她15岁的时候 她就因为到电视台参加歌唱比赛 而被电视台的领导相中 随后便邀请她正式加入娱乐圈发展 刘兰希参与的第一部电视剧 是当年台式拍摄的金玉元 这部剧不仅成功捧红了香格格夏琳琳 同时也让初出茅庐的刘兰希开始备受外界关注 有了拍戏的经验之后 刘兰希当年虽然还很年轻 但是接收和学习的能力都很强 所以很快便在演艺圈站稳了脚跟 除了被安排担任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之外 她还开始转型做起了歌手 而在上世纪70年代末也正值唱片行业 仍然升起的年代 刘兰希当年发布的第一专辑 《夕阳恋曲》已经发布 就迅速在台湾地区走红 专辑中的两首主打曲《夕阳恋曲》和《小雨中的回忆》 更是成为了那个年代的金曲获奖无数 在发展歌唱事业的同时 刘兰希自然也不忘 继续在电视荧幕上发光发亮 她从70年代末开始 陆陆续续参演了不少电影和电视剧的拍摄 传闻当年琼瑶正头痛于寻找新剧的女主角 结果一不小心 在荧幕上看到了刘兰希灵动的演出 一眼边确定 刘兰希就是她剧集的女主角 要知道当年琼瑶的剧集都属于爆款 一拍一播大概率会走红 因此后来刘兰希便签约了琼瑶旗下公司 拍摄了《聚散两依依》 《雀上心头》等多部电视剧集 因此也一度被外界封为琼瑶女郎 只可惜在事业的巅峰 刘兰希选择了为爱淡初 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 刘兰希就同大了她10岁的一生结了婚 虽然当时刘兰希一再强调 不会因为结婚而淡初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结了婚之后 刘兰希明显至不再次 索性第二年之后 并和丈夫到了美国定居生活 从此消失在演艺圈 到了美国之后 受到多种因素影响 刘兰希和丈夫开始钻研佛学 并选择剃度出家 法号道容 这些年 陆陆续续也有刘兰希 在美国出家的照片流出 照片中的她 五官依旧相当精致 即使是剃了肚 似乎也丝毫没有影响她的美丽 在小编看来 刘兰希当年决定离开演艺圈 决定剃度出家 似乎都是她人生之中很大的转变 但这些决定都是她自己的一个选择 这些年 刘兰希的生活似乎也很轻松和快乐 因为照片中的她 可以让外界明显感觉到 她的生活很轻松愉快 似乎是她所渴望和追求的理想生活 最后小编也愿刘兰希一路走好 希望天堂没有痛苦 也谢谢刘兰希曾经在荧幕上留下的那些精彩瞬间 刘兰希1960年出生于台湾 长相甜美可人 一次偶然的机会 跟朋友去看歌唱比赛 结果被现场工作人员相中 印鉴给了电视台 当年的她年仅16岁 不过发展异常的顺利 随后就被选中 参演了长剧《金玉元》 这部戏播出后大火 作为女配角的刘兰希也得到更多机会 之后香港电影蓬勃发展 刘兰希也受邀去了香港发展 随后拍摄了新一城的喜剧片《追女仔》 在片中她饰演女主角阿花 这部电影上映后就大受欢迎 刘兰希终于彻底走红 刘兰希选择了剃度出家 据悉为了让家人接受她的这个决定 刘兰希用了五年的时间 1991年31岁的刘兰希正式剃度出家 得到法号道容 家人从渐渐的抗拒到后来的承受 其实当一个人真正放下一切的时分 什么名利 金钱 婚姻都无所谓了 有人在名利场中苦苦挣扎 有人却可以在正当红时顿入空门 刘兰希37岁那年勇敢剃度出家 成为道龙法师 此前她做过歌手 主持人演过琼瑶电影和港片 道龙法师说 学佛是方便又经济的寻求快乐方式 而悟道的喜悦是外界无法取走的 据说刚出家那会儿 佛学院的群体生活让刘兰希很不习惯 特别是每天要煮200多人的大锅菜 好在后来慢慢习惯了 刘兰希出家后的生活简朴快乐 她表示自己与佛有缘 所以选择了修行 万年过着极为朴素的生活 做大锅饭扫院念经打坐 从此彻底远离了娱乐圈的浮华喧嚣 只是没想到再次报公她的消息 却是已经去世 据她包妹证实 刘兰希是在2022年1月10日 在美国旧金山至藏寺原祭 去世时面容安详 祝福她一路走好 风铃在窗口清摇 散出清脆的回响 叮当叮当 叮当叮当 我默默地呼唤你 当这首风儿别敲我窗 歌声响起 甜美的声音 配上甜美脸孔 那就是刘兰希 虽然刘兰希不属于校园派歌手 但出道时间相近 借歌曲和声音 都有清新的民歌风 不到20岁 就大红的她 人生中最传奇的 就是选择剃度出家 很多人不明白 究竟出了什么事 刘兰希选择在31岁那年 替发维尼 不仅震惊当时的演艺圈 到现在 每每有一人传出家时 刘兰希就会被再度提出 但她选择出家 并不是因为历经沧桑而看破红尘 那出家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而为何近几年 她又从佛教挥布袈裟 盖穿密宗佛教的红黄相间的僧侣服 这中间有何转变 刘兰希出道的时间很早 在她16岁念道江家职时 和同学一起到台市参观歌唱比赛 没想到她清新脱俗的外貌 意外被一位美术设计发掘 介绍给电视台相关制作人 从此开启了她的演艺之路 也因此她念道高职二年级继修学 甜美外形加上清纯歌声 让刘兰希从主持节目 唱歌到演戏 演艺机会不断 四五年级生对刘兰希印象深刻 除了《风儿别敲我窗》等 小清新曲风的名歌外 最熟悉的应该是她在当年 最红火琼瑶小说改编电影中的演出 无论云且留住聚散两一一 刘兰希的角色戏份都不轻 但幸运再好 刘兰希也都是第二女主角的戏份 好不容易在《亮不亮美关系》中 单纲女主角票房却不理想 让刘兰希的新途受挫 《亮不亮美关系》电影在83年上映 当年刘兰希和医师梁荣基结婚 刘兰希当时表示 还是会继续演艺事业 但婚后第二年 刘兰希就和先生移居到美国 先生在美继续进修糖尿病方面的医学课程 她则在先生鼓励下接触佛学 刘兰希从佛学中找到人生新价值 当先生完成课程回国继续看诊 她则留在美国法云寺和妙境师父学法 刘兰希在31岁时正式出家 如以刘兰希所说的 我已经等了五年才出家来看 刘兰希在26岁结婚才两年多 到美国才一年 接触佛法也没多久的当下 就动念要出家了 为了争取亲人谅解和祝福 她才花了五年的时间 说服和等待 等爱她的家人 看到她坚定出家的念头 就决定成全了她 如今 刘兰希已出家25年了 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 和她曾有夫妻缘的梁医师 仍继续看诊 除了86年 达赖来台时 她曾公开接受采访外 刘兰希一直非常低调 有人曾在中医推拿诊所中看到她 也有人在公开的佛教法会中认出她 原来剃度修行后 虽然改变了她的生命 但是清秀脸庞依旧 只是少了分甜美 更多了些淡定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